騎摩托車就會利用騎車的時候 自己背歌詞 然後背到一半可能忘記 就趕快停到路地 然後看小超 沒有 把貨車箱的割本拿出來 看一看 放著然後再騎這樣 是這樣強迫自己背著 然後每一趟旅程都很久 一直忘記 又忘了 我有一次闖紅燈被警察抓到 警察就問我說我幹什麼 我說我是駐唱的 因為我長得不是很笑 騙人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叫我後車廂打開 有歌詞 他就跟我點 因為他以為我騙他嘛 我說我要趕場 因為我要趕場 所以他就發現這個歌怎麼唱 我就在那邊唱給他 寶貝對不起 這是警察的本人 警察會偵查 對 沒有 跟見證 不要唱 用背的 寶貝對不起 不是我不想你 當然還真的不好背 不好背 一定要用唱的 對 以前我練書的時候 上課都在抄歌詞 然後老師就會開始走 走走走 然後走到我旁邊 我不知道喔 我還在抄喔 然後老師就會這樣練課 我練到一半就會把我的歌詞 你寫這個幹嘛 因為我那時候晚上要唱歌他不知道 你寫這個幹嘛 能賺錢嗎 能當飯吃嗎 就是可以啊 對啊 老師 可是我可以賺錢 而且可以 你剛剛說你常常就是說 跟台下的觀眾啊 會互動嘛 對不對 那我聽說好像還有 曾經脫褲子招攬客人 他教你的耶 所以脫褲子不是一個壞事情 對不對 不是 我脫褲子是還有四腳內褲 小康是他連四腳內褲都脫了 那是低級的演出 對 我那是不小心褲頭鬆了 哪有 如果今天要去表演 我心裡有想到 等一下可能會脫褲子 我會選內褲 對 先叫我 真的 真的 那是表演的一個橋段 是嗎 梗褲 他不是說你隨便脫 有時候一脫還穿錯了 昨天太敢了還穿錯女朋友 不是 對啊 今天穿的是 今天可不可以脫 今天好像 還好啊 正常的四腳內褲 因為今天沒有想到要脫啊 那個 其實那個是唱那個 勾蝦哪一樣的一個橋段 那個橋段就是很簡單嘛 然後對這邊嘛 是 就這樣嘛 然後他就 可能就 我就 登來去 然後他 然後 啊 是這個橋段 可是他會有好幾個 例如說他還沒有 他就是太快嘛 登來去 然後他就 我以後就說 你要讓我呼吸兩秒 你才進來嘛 這是一個橋段 然後第二個是他進來 你不要旋轉 就是 然後後來他就會說 我看不清楚啊 就是然後我就說 那我不看 然後我就會把褲子脫的這樣 這個橋段 這是一整組的橋段 對... OK 戳三次的 不過現在真的很可惜 剛剛不唱Pub 以前剛剛在唱Pub的時候 我又去看過 那真的是好笑 一連串就是 從頭到尾沒有冷場 可是像他們演戲 久不演會 好像戲飲飯 那你這樣久不唱 不會覺得很想唱嗎 會啊 就所以上個月 有去那個 墾丁表演一場 然後就覺得很快樂 那墾丁也來這一套嘛 是不是 那一天是玩那個雞翱 對 那麽要 你會... 你會... 這裡還要跳尖嗎 你的... 你就甘心顧好鍋 不然吃老就水果尖寥寥寥 但是... 就是自己編的一個歌詞 就是橋段是說自己... 剛剛在那個外面 有一個朋友說要聽雞翱 可是這個歌詞我不熟 是自己要編歌詞不熟 然後就叫鼓手說 自己編嘛 那這樣我才會有一個 自己編 可是老師不知道會不會彈 然後其實都套好了 那老師就說 我盡量 然後我就要演那個 就是這一個表演 他有一次看我 你 差異都聽得懂 我聽得懂 他就馬上唱給我聽 好害笑